DHCB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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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可以看 意思是說 我們當防偶牆做一個DHCB Server的時候 裡面相關的設定 那我們從上面看 我們有分介面 目前看一看 LAN、DNV 我們有個802.1Q 之類的 那我們只要看 先看來看LAN好了 那我們LAN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邊的一個實體介面 我們這邊是1.0 那我們這邊有個 MAC的位置 然後一個你的IP 以及你的廣播風包的位置 那我們下面看 你們的伺服器設定 伺服器設定的話 我們這邊可以設定 兩組範圍的DHCB 比如說 我們這邊設定 1.2到1.20 然後第一個範圍是 22到253 那這個範圍 我們不能設不同網段 我們只能設不同網段 比如說你的LAN IP是1.1網段 可是你有切VLAN 可是你切的VLAN 我們這邊也沒辦法去發說 比如說你切了V2.2的網段 我們這邊不能設 2.2的網段IP 會沒辦法發 那我們接下來看下面 其他設定 比如說你有DNS DNS 或者是你要用中華電線也可以 那 WANCE Server 看你有沒有WANCE Server的設定 這樣子 那接下來是你的租約時間 設定 然後你的預設閘道 然後接下來是 是否要啟動 Enable 這個動作 最後是你的網域名稱 這樣子 那我們的設定 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這邊可以看 我們 DHCB 有不同的界面 然後就是說 你看你要設定在哪個界面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DNS Server 是這樣子